护车前往通报地点 这是一座混凝土厂 用破坏工具切割除槽 救出了昏迷的男子 当下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 紧急送医抢救不治 被槽体进行切割破坏 进入到槽体内将患者带出 事发在花莲市美伦工业区 一间预办混凝土厂 一名38岁的渡兴工人 独自清洗原型混凝土添加剂的储存槽石 疑似氧气不足 身体不适想爬出来 却突然昏倒坠落槽内 在屏东也有意外 事发现场调避倾斜 一名男子头不被砸到送医 宣告不治 57岁的陈姓男子 承揽吊挂作业 到芳寮帮人吊挂佛像石雕 要把东西从货车移到空地 起重机上限是2.9吨 其中调运了一个石雕3.2吨 导致吊臂旋转螺丝断裂 吊臂往下砸中男子的头部 工人头部有一处约四乘一的撕裂伤 现场遗留大片血迹 是自力工作业者 就操纵导致 导致起重机的掉臂的旋转螺丝 断掉 断掉就扎到他自己 吊挂石雕疑似过重 掉臂砸落男子伤重不治 家人除戏业男团圆 TVBS新闻高智洪雾中勋 花莲屏東 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